我们刚才我听到的我们的参赛者嘛 对我们的示范讲员还蛮有兴趣 很想了解他怎么参加讲演会 而且还是参加了韩语讲演会对吗 我们请示范讲员来说说看他的经历 而且我想知道他为什么 他爸爸入了很多讲演会 新加坡有好几十个华语讲演会 为什么他会把他带来最花灵呢 大家好 所以我的讲题是不要害羞 所以我现在也很不害羞的在这里 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参加最花灵 那我是这个月才刚加入的 是因为我爸福祥大哥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对他很守法 他虽然只参加讲演会几年 不过他也很活跃的参加各个讲演会 所以他就跟我说最花灵是新加坡的华语讲演会 你算是最大规模的家演会之一 而且这里的场地设备也很多 又有酒花 对不对 而且这里的地点也好 他就跟我讲你加入这里 不会后悔的 可以学到很多 这里又有很多很优秀 很出色的会友 所以我就听他的话 因为我是个乖女儿 所以我就加入了最花灵这个大家庭 而我也很荣幸能够成为最花灵的新会员 当然身为新会员 我有很多实力不足的地方 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给演讲 所以我其实刚才上台演讲是真的蛮紧张的 因为我的韩国家也会线上的 我只是对着电脑的那个视频的镜头讲话 所以我不会感觉紧张 谢谢我们的回山妹妹 不好意思讲太大了 这次会给演讲 谢谢大家